这种侧踹腿 用这个叫做 甜心这场比赛跟以往的表现非常不同 以往还是拉开距离 打这个散打的中远距离 快速进攻快速撤退的这种战术 但是今天我们看甜心 一直在往前压着走 但是反击过于太过于偏少了 是的 而且我们看甜心进去之后 这个拳法的这个压力 不能给对手太多 对 现在看到谢尔基其实一直在后退 但是整个的进攻节奏 还是在谢尔基身上 是的 其实我们看甜心 因散打出身 还是脚底步法还是比较灵活的 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拿好 就是记得防守 尤其是后手 我刚刚看又是一次 甜心的反击要快 因为这个谢尔基的移动也很快 对 动作出完之后 如果反击稍微慢一点的话 谢尔基已经把这个身体的位置移开了 甜心现在 我们看看动作出出如果像最开始那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我们现在看甜心的每一次动作似乎是在卯足了劲在出 但是卯劲的同时要有一个时间差 连续的扫腿 中扫低扫非常的有效果 其实我们看仔细看一下谢尔基每次打完全腿的这种组合进攻之后 要不就是完全贴紧甜心让他没有发力空间 要不就是完全退出来 而且谢尔基往后撤的时候不是直直直的往后撤 对 飞溪 甜心刚才尝试了两次飞溪第一次效果还好 哦 舍身技 我们看谢尔基进攻完以后甜心几乎是没有反击动作 哦 这是原地的跳鞋差一点呢 是的 这个动作应用起来很难啊 对 赢得比赛结果 好 红方圣班的Red Corner